上海中山医院合医学科 就在陈曙光教验新式装备探索者的同时 主治医师胡彭成也正在与患者进行谈话 患者最近体检发现 肿瘤标志物指标异常升高 心怀恐惧的他 希望借助PetCT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探索者能找到他体内藏而不露的隐匿杀手吗 Pet和CT是两种不同的医学影像技术 Pet能在肿瘤还未形成形态结构 而仅仅是代谢功能发生改变时 就捕捉到微弱的病变信号 但由于成像模糊 Pet难以对病造位置进行精确定位 而CT的优势在于 能清洗显示肿瘤的具体位置 以及与周围组织的浸润关系 但短板式 如果肿瘤体积过小 CT就不容易识别 如果我们拿一棵树来做比方的话 如果CT扫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树干它的情况怎么样 还有它大的树枝的情况怎么样 Pet扫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叶它是不是还是很健康 它是黄的呢 还是绿的呢 或者它已经枯萎了 而PetCT成功将Pet与CT融合 并实现了取长补短 PetCT所获得的图像 既有精细的解剖结构关系 又有丰富的代谢功能信息 能在病灶尚未出现结构变异 而仅仅发生功能轻微改变时 就提前发出预警 对于CT或者对于从政来讲 它是一个钓鱼式的打法 当我们把鱼钩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鱼咬钩了 说有鱼 如果说鱼没有咬钩 我们能说没有鱼吗 但是我们合一学不一样 合一学是撒了一张网下去 而且网眼很小 无论大与小 我们都一网打尽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合一学科注射室 护士正在为即将做PATCT扫描的患者 注射药剂 与注射其他药剂不同 护士是隔着墙 双手通过两扇小窗来操作 并且药剂被装在一支乌合金的防护套内 原来这是一种放射性药物 被称为适踪剂 人体需要葡萄糖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来维持生命 适踪剂就是将营养物质标记上放射性元素的一种特殊药剂 适踪剂注入人体后 会通过静脉血管流筋全身 同时会在肿瘤细胞附近大量聚集 肿瘤细胞它要生成生长 它的能量来自哪 它吸收葡萄糖 相对正常细胞来说 它的代谢会更加旺盛 适踪剂就是根据这肿瘤细胞 在这个葡萄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旺盛程度 来进行一个浓集 PAT-CT正是通过对适踪剂浓集状态的影像显示 给临床医生提供科学直观的依据 然而传统的PAT-CT 由于受肌身长度的影响 并不能一次覆盖全身 传统的PAT-CT走向视野只有15到30公分 所以它扫描的时候是分传位来扫描的 比如先扫头 再扫肺部 再扫腹部 一传一传地下来 扫描速度就受影响 分传扫描带来的问题是 扫描时间要长达20至30分钟 患者因此要被注射较高剂量的适踪剂 而适踪剂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放射性物质 所以像孕妇儿童等人群 就被排除在这项检查之外 现在注射了适踪剂的患者 被缓缓送入探索者深邃的孔腔 深邃正是探索者在外观上 与传统派的CT最显著的区别 孔腔长度由原来15至30厘米 扩展到2米 能容纳整个人体进入孔腔 疑似完成全身扫描 并且扫描时间最短仅为30秒 因此 适踪剂的注射剂量最低可降至 传统派的CT的40分之一 这样 母婴和青少年人群 也能接受这项检查了 全称叫全视野动态派的CT 因为它已经颠覆了 传统的派的CT的一个采集模式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 而且非常具有未来探索性的一个工具 扫描即将开始 探索者将以短短30秒时间 全程捕获失踪剂在人体内流动 扩散 被组织社区并代谢的完整信息 获得包括诸多细节在内的全身影像 那么 让患者倍感恐惧的肿瘤细胞 到底隐藏在他身体的哪个角落呢 大部分人都有到过医院抽血 验血的经历 以抽血这一最小的创伤代价 来获取机体内部的隐秘信息 比如血糖是否偏高 体内是否有炎症 是否存在肿瘤先兆等等 以便携手医生 共同击退病魔 然而 不同的血减项目 需要不同的仪器设备 人们因此要被抽取数管血液 并等待较长时间 才能获得期待中的验血报告单 不过现在 这个现象正在被打破